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y 那么今天又要来开箱啦 那么今天要开箱的东西呢 就是 叹 对 我这边有的呢 就是这个BTS的最新专辑 也就是Made of the Soul Persona 然后呢 这次他们的专辑呢 就有4个版本 所以呢 我这里就是全套4个版本的专辑啦 然后呢就因为呢我是在他们网站上面预购的 所以就在专辑推出日期前预购的人呢 还可以拿到这个 还有就是海报 待会我会给大家看 那么首先呢就先来看看 这个专辑到底有多漂亮吧 那么你们看到呢 这次他们的专辑呢就有四个版本 这个也就是一二三四 每一套你们能看到他们都有稍微不一样的颜色 那么就来看看到底里面是什么样子吧 那么现在呢就先来看看 这个第一版本的这个专辑 这里超漂亮的这个字 然后只是一个星形 然后这里有很detailed的version 1 好吧那么就来打开看看里面长什么样子 登登 那么这里呢如你们所见就是他的专辑CD啦 就是剪接纸之类的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就是他们花样莲花的这个note 里面就全部韩文啦 那再接下来有的呢就是这一个V 哇V的签名卡 好可爱 然后这里还有一张V的卡片 其实这卡片哦有很多张哦 如果想要凑齐的人就要买很多张专辑啦 然后最后呢有的就是这一个 有点像底片这样的东西 给你们看仔细一点 对这就是所有的成员们啦 里面我就不一面面翻了 我就给你们看看大概长什么样子 从后面开始 所以就有他们的歌词啦 然后这就是他们的写真 嗯就有这样的版本 大列给你们看一下 OK就这样 这是第一 第一版本 然后就到下一本啦 这也就是第二版本的 颜色呢比刚刚稍微来的深一点的粉红色 整体呢就是长这个样子啦 那么打开看看吧 对这里有的也就是同样的专辑 同样的他们也是有这个 然后也是一样有这个简介本 也是一样的花样年华的这个note 然后我这里拿到的是 啊进的 进的 这就是他的签名 然后哦 这是RM的 RM的卡片 然后让大家看看里面的写真吧 然后让大家看看里面的写真 这个就是第二版本啦 然后接下来我们有的就是这个第三版本的颜色更深啦 一起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吧 这样一样的也是有专辑CD 然后一样的也是有这个好像底片这样的东西 简介本 这个也是一样的花样年华的 notes 这次有的是中国 哇好可爱 中国 这是中国的签名 然后拿到RM RM的卡 然后一起来看看里面吧 一样的也是有歌词 一样的也是有歌词 里面的写真啊大列的给你们看看 这个就是第三版本的 OK然后接下来有的就是这个Persona 第四版本的颜色是比较暗沉的粉红色吧 然后一起打开吧 也是一样有专辑CD 也是有一样的这个底片这样的东西 然后一样的这个简介 一样的花样年华notes 然后哇哦拿到Jimmy了 好幸运哦 Jimmy的签名 哇哦V的卡片 然后让大家看看里面的写真吧 然后让大家看看里面的写真吧 然后因为是预购的呢 所以他们也有不送其他的东西 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啦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哇哦 就他还有给你这个这样的那个架子啊 就可以可以当成那个 呃像框这样子放着当装饰品 然后最后一个呢 就是因为我是预购的嘛 很早预购的 所以他们就有送我海报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尺寸啦 B5 B 就一起来看看他肤色海报长什么样子吧 OK 知道吗 这是第一张 然后第二张 然后第三张 然后第三张 然后第四张 这是觉得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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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棒啊 那么我觉得这次我非常幸运啦 因为在那些专辑里面拿到的卡片啊 还有那个签名卡 全部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成员 我觉得我很少讲起我的本命吧 所以在BTS里面啊 我的本命应该是V 不过我也喜欢GIMMY 然后也喜欢RM 其实专辑呢 是在他们华王直接订购过来的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应该是疯啦 你一个团体迷到会去买他们的专辑 而且还是买全套的那一种 我真的觉得我疯啦 不过 我相信身为他们的粉丝 然后我是真的非常欣赏他们的创作和音乐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下定决心购买他的专辑 已是我的支持 不知道有多少人也跟我一样 把他们全套的专辑给买下来了呢 就这样吧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影片的话 请给我的影片一个赞 并且分享留言 还有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么我们就在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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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